好 請坐 好 我們現在來談 這無量壽星當中 一個重要的一個主題就是 三倍往生 好的 這個內容 那 我剛剛說他可以跟那個 觀金的 這個酒品 互參 互相參考 但是呢 不能夠 一一這樣對應 好 那我們在我們現在看這個 三倍的部分 好 烏二別景 風格三段 好 那 起一 上倍 起一 上倍者 舍加細域而作沙門 發菩提心 一向串念無量壽佛 修出功德 願生彼國 好 這個上倍往生的話 要具足底下所有的 五種條件 好 那這五種條件當中 我們把它做個分別 分別一下 第一個 舍加細域而作沙門 好 這個是屬於方便 一種 助緣 當然這個助緣越殊勝 品位越高 好 這個助緣 第二個呢 發菩提心 第三個 一向串念無量壽佛 這個是屬於 憎恨 好 憎恨的部分 那其他的這個 修出功德 好 那這個也是 也是一種助緣 最後 最後呢 這個越生彼國 那麼這個也是重要的 也是憎恨 也就是說 這個信願 往生的 這個得勝於佛 關鍵在這個信願行 發菩提心就是 這個信願 怨勝彼國也是怨 然後一向串念無量壽佛 這個是行 就是這個信願行 這個是主要的 核心的 核心的部分 發菩提心 一向串念無量壽佛 還有怨勝彼國 這三個條件是痛於三倍的 因為這三個信願行是痛的 通於三倍往生 缺一不可 然後呢 至於捨家棄欲 那麼修出功德 那這個就是 三倍不同的地方 就像偶主講的 得勝以否 在信願之有無 品位高下在慈眠之深淺 那所謂慈眠之深淺的重點 並不是說 你這個念和念到很定 很多人這個錯解 我去我這個念佛念得要 念得很定 念佛念得很定 才能夠往生 甚至有的開始是學那個 很難傳的這個 蛇摩他呀這些的 我希望能夠念佛能夠念得很定 結果反而到最後 乾脆就不念了 因為那個 定下去之後就 覺得 還不夠 還不夠定 還不夠定然後繼續求 繼續求還不夠定 最後就不想回來了 就是這樣 各位覺得很好笑 這是我看到的實例啊 這是生死的實例啊 而且還不止一個 我們再來回到這個主題的部分呢 那這個捨家氣欲而做沙門 捨家就是這個出家 生出家 氣欲呢就是禮欲 新出家 生出家 新出家 而做沙門 好 生性都能夠出家 那麼二座沙門 那這個地方所說的氣欲 這個新出家 他指的並不只是說 這個 二聖的這種氣欲而已 而是要跟 第二個條件 發普提睛 發普提睛 合著看 就像魏莫基金所說的 魏莫基金裡面 羅赫羅尊者 跟一些 皇宮大臣的 富二代 官二代富二代 跟他們講說 出家的法多麼多麼的好 魏莫基金是說 這個 你不應當 這麼為他們說 為什麼 你看他們這些 官二代富二代 講這些 你要踢頭 穿袈裟 出家 沒有意義 他們聽的時候 他們只會 甚至可能會 退了心都有可能 然後魏莫基金居士就跟他們說 你發 菩提心 就是出家 確實也是 發菩提心 就能夠出三界的家 乃至出九法界的家 所以 舍家 契域的這個重點 還是在 像魏莫基金居士所說的 這個發菩提心 而能夠 契舍 依了這個菩提心 然後來契舍這個三界的家 乃至九法界的家 而做 沙門 那麼所謂沙門什麼呢 就是勤修建定會 洗滅貪真師 所以不管你外相 像是白衣 還是出家人 重點是你要具足 大聖的沙門行 所謂大聖沙門行就是 維莫基金居士說的 發菩提心 然後來修 總共大聖之行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沙門之行 雖然外表可能是在家人 但是 這個 內在 確實 已經真正出家了 為什麼我會再 強大這觀念呢 因為有人會問說 你看 觀經裡面 九品往生 中下品不是說 你看 上品往生 上三品往生 都不講出家 他只有講 獨送大聖結 第一帝 對吧 那麼 無奈送心的上臂往生 確實要 卻刷舍家 其餘而作沙門 這兩個看起來好像 有衝突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 淨土的人 會很 迷茫 尤其在家居士會迷茫 我如果不出家 我是不是一定要 我是不是就 往生就沒辦法往生上品了 其實 不能從字面上解釋 有的人不適合出家 他出家之後 搞不好才真的不能往生上品 出家之後不適應 然後起煩惱 那才真的是 障礙往生 這個地方 這個古德解釋說 觀經裡面 所對的雞 是瑋迪西夫人 跟他這五百個侍女 這個 皇后跟侍女 所以當然 對雞重是在家人 所以他講這個往生上品的話就是 獨送大聖結 第一帝 即將唯磨結局是那個 那個那個態度 你發菩提心 世俗菩提心 聖異菩提心 二種菩提心具足 那就是出家 就是出家 那麼 這個就是 大聖的三門之行 好 那 你看無量收集裡面 佛陀也在跟阿南在那邊對談 當機眾是阿南尊者 他是 他傳承佛陀法脈的 這個傳承者 所以 他是當機眾 當機眾 他本人是出家人 那麼修這個大聖的 三門行 所以佛陀就跟他說 上輩往生的就是 修這個要修這個舍家其餘而做三門 所以當機眾不同 關丁是我體系夫人的在家人 無量收集是阿南的出家中 所以 這個說法不同 體其實都是一樣 都是大聖的三門行 體都是一樣 都是獨送大聖結 第一帝 舍家其餘 內心狀態其實都是一樣的 只是當機眾不同 書法不同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實際的例子 你看 慧遠大師 廬山慧遠大師 他結這個白蓮社 當中的劉一鳴 等等的這些 高人 都是在家人 共同結這個白蓮社 在這當中 有好幾位 包括在家人 當生就正能念和三妹 臨終的時候往生極樂世界 那肯定是上品的 肯定是上品 上輩 肯定的 韋提系夫人 跟他的五百世女也是一樣 這個往生極樂世界 在觀經裡面講的 所以 並不是說一定要出家 神出家 才能夠往生 上輩 或者上品 不是的 重點是什麼呢 心要出家 不然生出家 心不出家 一樣不能往生上品 因為品味高下 他持一名的潛生 那麼為什麼能夠生 持一名生 而能夠往生 這個上品上輩呢 那是因為 他獨送大聖 解第一帝 然後發起 世俗菩提心 聖益菩提心 發菩提心之後 然後行 沙門之行 大聖的沙門之行 勤修界定會 熄滅 貪能吃 那這個貪能吃 當然包括 界內的貪能吃 包括界外的貪能吃 那這個 你一定要 獨送大聖 才能夠知道 什麼叫做界內的貪能吃 什麼叫界外的貪能吃 然後 請修界定會 界內界外的界定會 然後來 熄滅貪能吃 那麼就是觀經講的 獨送大聖 解第一帝 然後 那這個時候就是 發菩提心 然後又舍下 其餘而作沙門 那這個自然然就是 上品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現在學習總統大聖經論 不管這家書家都一樣 學習總統大聖經論 然後 然後呢 這個 一的大聖經論 去行 行 這個受持菩薩戒 發菩提心 然後受持菩薩戒 行這個六波羅蜜 那這個就是 這個上品 或者上背的這個因 好 那這個 談到第一個 舍下其餘而作沙門 當然如果條件允許 出家那肯定是 環境更好 當然也是要有個好的 出家環境 本身條件允許 那麼外在也有好的出家的 環境 那當然 這種環境親近的 當然對修行來說 更有利益 好 第一個方便舍下其餘而作沙門 第二個呢 發 菩提心 好 這個關於發菩提心 這個就是 我們要深深地去談這個問題 因為 有的人會說你看觀金的 中品下品 都不說發菩提心 上三品發菩提心沒問題 那麼 中下品都不談發菩提心 那 無量受精談發菩提心 有人認為這個只是適合受一些 這種上能根性的 甚至有人認為這個無量受精的三倍 等於就是 觀金的 上三品 那當然其實 你看後面的文根本不是這樣 好 所以我們現在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說 往生極樂世界 是不是一定要發菩提心 然後這個所謂發菩 必須要 如果 如果是 如果是說不需要發菩提心 那為什麼才能往生 那麼如果需要發菩提心 那菩提心要發到什麼樣的量 我們要 對這個問題我們要深入的去了解 好 首先 我們當然這個 這個 因為 經文的這個 這個 違言大意 意理 有時候我們從文字上來看 有時候會誤判 像前面這個 前面講的 這個能夠 文奇名號 這個信心歡喜 就能夠往生 朱波特展等等的 我從字面上解釋 我聽到阿彌陀佛的名號 我決定往生了 我再來不管這幹什麼 我都可以往生了 那這個就是 知無無人了 所以 經典的真實意 必須要有 這個 這種 進途中 傳承的 這個 這個古德 這個祖師 來做為詮釋 那才是可信的 這種重難同樣是 同樣是這個 這個親近的古德 但是如果本身不是 淨土中的解釋 那有時候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做參考 我們首先看到這個 談論大師 寫往生論著的 這個談論大師 他的這個說法 他說 事故怨生 彼安樂淨土者 要發無上菩提心也 若人不發無上菩提心 但聞彼國 彼國土 受樂無間 為樂故生 亦當不得往生也 就說 我們只是 聽說 極樂世界受樂無間 很快樂 跟天上一樣 不老不死 衣食俱足 又很莊嚴等等 為了受樂而去 那肯定不能往生的 好 因為 我們先不說菩提心嘛 不說菩提心 他連出力心都沒有 他連出力這種 出力這種五一六層的心都沒有 他的心還在五一六層當中捆綁 他怎麼能夠跟 阿彌陀佛的本願力加持呢 那個感應呢 有人說阿彌陀佛的 加持力 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也要有條件 就像你說阿彌陀佛的加持力不可思議 但是如果不符合他的加持力的條件的話 也是不能夠感應 心還在說婆 就想到五一六層 然後因為覺得那地方五一六層很快樂 而發現修往生 那是不能去的 所以 不要像有的 像那個百年中或什麼 想說你只要相信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都幫你準備好了 那麼 那麼你相信就好了 跟基督教一樣 信我則德永生 那你相信就好 那麼他認為你要是修界定慧 你就是對他信心不夠 你看 都幫你準備好 你修什麼界定慧 那你對他信心不夠 不是這樣的想法 這個 必須要 相應 這個很重要 這個是 坦論大師這麼開示 偶藝大師 的這個 開示 他說為什麼一定要 為什麼一定要有菩提心 他說 重力念佛菩薩 與佛菩薩氣氛不相契合 不能稱淨土也 在偶族的大勝起心論的列王書裡面 他說 你雖念佛菩薩 但是你的心 跟佛菩薩氣氛不相應 佛菩薩氣氛什麼呢 大悲心為體啊 我們的心 至少我們講往生的那個時候 我們往生那個時候的心 跟大悲心的為體的這個心不相應 那也是不能往生的 不是說佛菩薩很慈悲就一定能夠 接引到淨土 當然佛菩薩很慈悲 我們沒有這種 菩提心 我們臨終的時候沒有那個菩提心 佛菩薩慈悲加持 可以讓我們往生三道 不多二道 這是可以的 但是你想 往生到一個地方 到一個淨土 然後到這個淨土之後 就能夠成就 不退傳 那 怎麼可能說你那個氣氛跟佛菩薩 大悲的氣氛 都不 都不相應就能去呢 好 然後 這個 這個策务大師的那個開示 這個 這個 其他省長大師開示我們就略的不用念了 很多類似都 都是類似這個意思都是要求要 往生 往生的話要發佛提心 好 那我們現在才來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關機裡面 講到這個 我們就講下背吧 這個下三品 下三品都是造惡的凡夫 好 根據那個 三種大師的開示 下三品都是造惡的凡夫 一生造惡 他也沒說發佛提心 那怎麼 他也能夠往生呢 是不是跟我們講這個文雅俊先生講的這個 有點 衝突啊 好 關於這一點 我們在這地方舉出 種種不同的解釋 幾個不同 不同角度的解釋 第一個 偶主在 林峰中的裡面他說 十個忍逆 得往生者 必過去成種 菩提種子 若果菩提種子 何能欲善有 種欲善有勸發 亦何能 斷生信願 稱念 紅明焰 映主在 映光大師開示 映光大師文朝開示裡面 也有 類似這個意思 就是說 你要看張善和 一生的殺牛 那個造罪也很重啊 然後 這個臨終 這個有人 也能夠遇到有人 缺乃念佛他就能亡生 看起來好像很容易 但是你要知道 偶主也這麼說 映主也這麼說 就是說 他過一生一定曾經栽培過大聖三根 有這個 我們這個 發菩提心的這個種子 他算是今生當中 一生造罪也都沒有現行 中品 中三品也是一樣 關鍵中三品也是一樣 都不談 發菩提心 一生修善業 但是在臨終的時候 他那個觸動了 這個菩提心的種子 那菩提心種子怎麼來的呢 郭玉生在培的 所以偶主說 他郭玉生如果沒有菩提種子 他怎麼能夠遇到善友 在臨終的時候為他 解說大聖 那個 然後勸戰他 求生淨土呢 對吧 各位覺得這個是小因緣嗎 這不是 這不是小因緣 在臨終的時候 能夠 有人 遇到善知勸禁 往生淨土 然後他也能夠相應 有人勸禁這是很不容易的 第二個他也能夠相應 在臨終的那個情況 也能夠相應 你看夏平生 一生造罪的人 臨終的時候突然相應 各位不要說 那些造罪的人 一般的佛教徒 正常佛教徒 你勸他他都不見得相應了 他都不見得能夠 發起菩提心 一個一生造罪的人 您說為什麼能夠發菩提心 一方面他的地獄上限 很急迫了 那麼很急迫 他也不見得發菩提心 那就是因為他過於一生 有深厚的菩提種子 然後 這個 在臨終的時候 有人一勸 開花結果 那個所以呢 菩提種子洗現行 那這個時候 一生的罪業 扶住不現行 那這個時候 頓時感應 彌陀本願 代言往生 那這是 偶依達士的解釋 關於關鍵夏平的部分 再印竹的解釋 印竹文抄的這個三邊 倦二的地方 印竹說 不知九品之下三品 臨終苦疾 一聞佛名 其歸命投誠 既佛垂辭救援之心 其永憤感激 比靈形望射之心 生千萬倍 遂未言及發菩提心 而其心滅之竊與成 許俱祖不提心 好 這個就是說 他在臨終的時候 為什麼能夠觸動 郭玉生的這個善根 那當然就是那個 縱腹逼迫 甚至地獄象限 那這個時候 他那個就是那種 自成恳謝的心 郭玉生的善根 所觸發 所引發出來的這種 自成恳謝的心 求加持的心 好 那這個時候就現行了 那這個時候 自成恳謝的心 求加持的心 這當中就具足菩提心的氣氛在裡頭了 好 這實際上就具足菩提心儀 那麼這個也是 印竹的 開示的 一個證明 所以我們看 你說有的人 一生好像 沒什麼文化呀 沒什麼讀書啊 然後他這個念佛 然後也往生了 你說他 他沒有發菩提心 怎麼能能往生 但是你要知道 他有沒有發菩提心 他有沒有發菩提心 怎麼知道 你怎麼能夠很清楚知道 再來 他 這個能夠往生 不管進生 有文化沒文化 造業 想要修善的 他在臨終的內念 就是觸動他過一生的善根 菩提心的善根 然後 所以 有善知識的護持勸導 然後觸發善根 所以能夠往生 所以說我們剛剛就是解釋說 如果 這個不 不發菩提心能夠往生 那什麼樣情況 就這個情況 就是說 像中 這個 關經的中三品 下三品 他在世的時候 中三品是 修善業的凡夫 下三品是造罪的凡夫 他在世的時候都沒有發菩提心 好 但是呢 他臨終的時候 這個在善知識的勸導之下 觸動他過一生的 大聲的善根 發起菩提心 所以就 往生進途了 他有這個善根在 所以也不是 也不是我們想像中的泛泛之輩 各位想想 就像他偶主講的那個道理 心中跟佛菩薩氣氛不相應 只想要貪圖人天的快樂 只想要貪圖人天的快樂 那這個時候 怎麼能夠感應到 阿彌陀佛的這種 本願的 置心信要 遇生我國 乃之十年 這個置心信要 他實際上這種置心信要的心 並不是說 他只是說 這個環境很好 很自在 而是說 他的當中就是因為 再到那個地方去 可以成就 可以迅速 成活 度眾生 所以他這個自信信要 在裡 就是有這個菩提心在裡頭 所以偶主也說 這個 信願的心就是 菩提心 他是說 深信發願 其無上菩提 深深的信 對阿彌陀佛的 阿彌陀佛的信心 發言 想要去 想要去 對阿彌陀佛的信心 當然包括 相信阿彌陀佛 決定的就把我們 那麼這個 同時也 同時這個信心也包括就是說 我要成就 阿彌陀佛這樣的功德 那麼 要成就阿彌陀佛的功德 那就是菩提心了 所以說 我們看外表說 不發菩提心的能夠往生 他是這個原因 是因為觸動他過於一生菩提心的種子 所以 觸動這個種子 所以他在靈頌的時候能夠 產生這種菩提心的氣氛 菩提心氣氛 所以能夠跟 跟彌陀佛的本願 尤其第十八願感應道交 而往生 另外有人會問說 因為這個也是 常常遇到有人會問說 你看觀金裡面 下三品 往生之後 都是 往生之後呢 然後 觀音菩薩 或者 或什麼佛菩薩為他開示 這個時候他就 發菩提心 等等等等 所以有人說 所以說不需要發菩提心 你平常時候 這個 修三頁 那麼 相信 然後 相信阿彌陀佛 的那個加持力 信 然後也願意去就可以了 但是各位要仔細去看 觀金裡面的文 下三倍 下三倍的往生的時候 那個 觀音菩薩 大師之菩薩 跟他說什麼呢 向下品上身的時候 觀音菩薩 為他 為觀音菩薩大師之菩薩 放大光明 助其人前 為說 聖身十二不盡 文以信解 信解 然後發 無上道心 這就是無上菩提心 下品中生的是什麼呢 這個往生之後 觀音 觀音菩薩大師之菩薩 以翻音聲 安慰彼人 為說 大聖 聖身經典 各位注意 大聖聖身經典 文以 子法也 應時即發 無上菩提心 就下品中生 再看下品下生 那麼在 下品往生之後 在聖皇中 滿十二大節 蓮花開的時候 觀音菩薩大師之 以大悲應聲 即為其人 廣說 十相 除滅罪法 文以歡喜 硬時即發 菩提心 所以這地方所說的 發菩提心是什麼呢 是生意菩提心 是 跟十相智慧 空性相應的 生意菩提心 如果說只是發 世俗菩提心 管他一些眾生 都是如母般的友情 然後呢 我所以呢 我 我一定要度他 就是不供於他人的責任 等等等等 這個倒也不需要 一定就得 大聖的聖身的法義 說十相滅罪法 不見得需要這樣子 但是如果他說十相 大聖十相的理之後 所發起的菩提心 而且是前面講的信結 就像啟示範講的 這個信結大聖 那種信結 所發起的菩提心 那是 生意的菩提心 所以 觀金夏品 往生之後 所發的菩提心 是生意菩提心 那麼也就是說 並不是說到極樂世界 才發世俗菩提心的 我想要成活度中生的世俗菩提心 不是的 就算今生不發 沒有修大聖 至少臨重的內念 內一念要相應 就像我剛剛講的第二個 如果 要往生 要發菩提心 那麼這個菩提心 是什麼樣 是什麼樣的量 什麼樣的量呢 如果是上輩往生的 或上三品往生的 它是 一生就是 可以說正得菩提心的 它已經正得菩提心 所以它一生就修行大聖 那麼 中三品 關鍵的中三品 或者是 無量受精的中背下背 它不需要 在世的時候不需要正得菩提心 但是在臨終的時候 它是需要 跟菩提心相應的 這個 無上菩提心 然後一向專念 無量受佛 這個就 這個就上輩的人來說是一生的事情 就中背下背的人來說 它至少是在臨終的那一刹那 相應的 中背下背 我們回頭會說 後面會說 它是一生修善業的 無量受精的中下背 一生修善業的 或者是 至少 沒什麼修善業 至少沒什麼太大罪業的人 跟關鍵的下品不一樣 下背跟下品不一樣 那麼 他們在世的時候 雖然沒有 清正菩提心 所謂發菩提心 就是沒有清正菩提心 但是呢 他臨終也是要 觸動 這個菩提心的善根 然後 這個 這個 才能夠跟本院相應 也就是說 像大部分的佛教徒 他可能 他沒有清正菩提心 今生 活著的時候沒有清正菩提心 但是他還是不斷不斷的栽培 菩提心的種子 臨終的時候 善之士的引導 這個時候 自己在最後 最後加一把勁努力一下 意念菩提心 再加一把勁 然後這個時候 菩提心的從事開發出來 跟阿彌陀佛感應到焦 這個時候就能夠滿第十八院 而所謂上品 或者上背的 他這種發菩提心 就是我講正的 正的那種菩提心 至少是足菩提心 乃至生意 乃至生意菩提心 正的菩提心的人是什麼呢 他是念念當中 菩提心 都具足的 都具足的 就像我聽過一個大仁波切 他說 他見到任何一個人都沒有陌生人的感覺 這個就是正的菩提心的量 他看到每個人都像 非常親後想 像過一生的父母一樣 都不是陌生人 那念念當中 都有這樣子的力量在 那正的菩提心呢 那至少是世俗菩提心 正的的像狀 那當然這個 這個標準太高了 我們 我們只要不要看到人家 不爽就好了 就很不錯了 這個 有時候我們看到這個人 我跟他沒有緣 他 他是他 我是我 就像我在金律師一樣 這個我在金律師 加起來二十幾年了 那個來山的局勢 我大部分點點頭 但我都不認識 也沒打算認識 點點頭知道 這個人是常來的 這個人是不常來的 就這樣過去了 沒有辦法說像他們 真的正的菩提心的人 正的菩提心的人 看到每個人都是 就像那個 自己家人一樣 自己家人一樣 沒有那種疏遠的感覺 這個一般人做不到 這個境界很高 那這個是上品 或上輩 這個修行的 這種發菩提心的量 那 中三輩 中輩下輩 我這樣說是中輩下輩 或者關經的中三輩下三輩 他主要約的是臨終的 內念 所以當然你說 臨終內念 你平常要栽培 平常我們也是要獨送大聖 去解第一地 對嗎 平常栽培 你怎麼不能寄託在臨終的突然善根爆發吧 你怎麼知道你有沒有善根呢 顧偉生到底有沒有這個這麼多善根 你怎麼知道 那麼更不要說到時候陰境現行怎麼辦 所以平常就多栽培 多栽培 獨送大聖 解第一地 獨送大聖 然後這樣子 慢慢升起菩提心 讓我們的我實 慢慢鬆動 慢慢慈悲心 或者菩提心 有時候也能升起 然後我們在修每一個善頁的時候 比如說聽講聽說法 或是我們每天出波的時候 我先做意一下 我是為菩提道 而來聽法 為菩提道 而來 這個出波 固培眾生 然後做意之後 那麼也實際上去做 在做的時候我常常去想 怎麼樣做對大家好 我就怎麼做 透過這樣的方便 慢慢把我之給消磨掉 慈悲心 還是菩提心 慢慢慢慢 然後漸漸的能夠 間歇性的慢慢慢慢升起 這是我們能夠做得到的 在我們沒有辦法清正之前 沒有辦法清正菩提心之前 我們能夠做到的 所以我說這麼一大堆 就是說 發菩提心 至少臨終的時候發菩提心 這個是必要的條件 乃是關心講的下三品 也是一樣 臨終的時候發菩提心 然後剛剛講了一大堆證明 然後那個 鏡頭中主持的開示證明 我們再講退一萬步來說好了 假設說我剛剛講的都是錯的 我都是我個人的 猜測 錯誤的 可以不發菩提心就能往生 你如果接受我的想法的話 你也沒損失啊 對不對 你接受我的想法之後你盡量往上爬 你還可以到上品 這是一個情況 那麼第二個情況 假設我講的是對的那怎麼辦 假設我講的是對的 你認為說不發菩提心也是可以 那你就去不了了 所以你接受我的 你接受我的講法 你絕對不會有損失 對不對 你接受我的講法 第一個 假設我講錯了 那你 不發菩提心也可以 那你往生上品 你沒有損失你就有賺 第二個情況 如果我講的是對的 那你就按我去 按到我說這個 發菩提心 必定發菩提心 至少臨終必定要菩提心上映去做 你就能往生 你沒有白修白走一趟 所以 我們 發菩提心 這個 很重要的 至於說 這個人他到底有沒有往生 這個我們無法判斷 這個是佛菩薩大神通才能夠知道 你也不必去 求求神問菩 這個人到底有沒有往生 那都是騙人的 沒這回事 十萬億佛圖之外 十萬億佛圖之外 那什麼境界 阿羅漢都不知道 阿羅漢只能在佛圖當中 天眼通觀察 有個鬼神 好 那來自我們臨終的時候 你不要想說我沒有正德菩提心 什麼什麼 不必這麼想 臨終的時候你就想 我今生栽培很多大聖的善根 我必定能夠 在這個時候 發起菩提心 我這個時候 我這個時候勇絕的心 是絕對是絕對是需要的 因為這些有經論的證明 還有很多淨土宗祖師 淨土 這個法脈 這個祖師的 十三 淨土宗十三位祖師 的共同的 開示 都是這樣子 所以要發菩提心 那 對我們來說 就是說我們現在 現在有沒有正德菩提心 這個 這個不重要 我們就努力努力去修 多讀宋大聖 解第一地 那就好了 好 第二個 第三個 一向專念無量受佛 第三個條件 這個是行 就是說這個行詞上 你要專 你要專的話 才會有力量 我最近也在看一些南傳的禪修的書 看了之後我還是沒打算修 為什麼 因為我發現什麼事都要專 你今天 如果按照南傳那樣修 你也要專 比如說關呼吸 你就是關呼吸 從粗 到細 總共的殘境 不斷不斷的 不斷不斷的深入 那個 定功不斷不斷的深入 那個也是不能夠隨便換索顏鏡 也是要專 當然你說我修行有主有辦 我唸佛為主 那麼 配合 觀呼吸 來觀心 來直觀觀無常 我覺得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但是就是說 你本身主修的 要專 就是說 這個信願跟行是互相幫助的 你說我對阿彌陀佛有信心 但是我覺得不想念他的名字 好像有點那個 有點因果不太相符吧 對吧 那你不想念他的名字 代表說你對他信心還不夠嘛 對不對 你 比如你常常 你常常 你對一個人 很喜歡 或你很思念一個人 你會常常去想他的 想他的身 這個影像啊 他的名字啊 什麼的 你不可能說 我很喜歡他 然後 我也很想念他 但是我平常不會去想他 這個事情好像 說不通的 所以 你有信念自然會去行 但同時你在行當中 持命令活當中 你也會覺得說你跟阿彌陀佛的心 是越來越接近 本來覺得阿彌陀佛好像在十萬億佛圖之外 所以你這樣不但念佛 也打個佛七 打完佛七之後 心中都是佛號 這個時候你會覺得你的心 跟阿彌陀佛更接近 所以行能夠幫助信願 信願也能夠幫助行 這兩個 互相支柱的 所以 第三個條件是一向專利無量受佛 平常的時候 就是要 從這方面來努力 如果現在還做不到 就是慢慢的 轉型 像我剛才出家都是喜歡吃大悲咒 念佛真的不行 後來慢慢就是 刻意去 轉型 我有個師兄也是 他說他 剛出家的時候 甚至出家很久之後 十幾二十年之後 他還是覺得說 進度訪問是好 理論上是知道是好 但是呢就是 看了 對念佛沒什麼感覺 看進度開始沒什麼感覺 理論上知道好但是 沒感覺 怎麼辦呢 他就拜 拜阿密陀佛的名號拜觀世紀菩薩名號拜 拜 拜個幾百萬拜 拜幾百萬拜之後他說 就很有感覺了 就很有感覺了 在念佛 或者看進度的開示就非常有感覺了 所以這個就是說你要自己去慢慢去轉型 理智上我們知道要這麼做 那麼現在做不到 那沒關係 一步步的往另一個地方去趨向 我從來沒有想說我慈大悲咒 臨終的時候 那我在慈大悲咒 還能往生 好這個 一方面經典也沒這麼說 沒有這麼說 那這個 說說我們要是以經典為準 有人說 這個進度的聖行錄裡面有講 這個臨終所關於菩薩來接引 來接引他往生的 那麼有 這個是這個紀錄也是有這個紀錄 但是畢竟整個進度的聖行錄 這樣的紀錄是 凤凰靈角 而且 而且他是不是有什麼感應 觀音菩薩來接引的條件 我們不得而知 但是我們能夠知道什麼呢 往生的條件 是在第十八願 執行信仰 遇生我國 乃至十年 這是阿彌陀佛給我們開的條件 我們一定要依著聖言量 不能夠說我想當然爾 我想這樣子 好 那麼 我也可以去 那麼另外呢 元修 這個結緣的元修 就是說 這個兼修 這個修種種的法 然後最後那個 回向往生 理論上也是可以 我們講理論上也是可以 但是同樣道理 你平常都 不去想阿彌陀佛 不去念祂的名號 你都不去想這個人 我舉個類比 你平常不去想這個人 你真正的 你起煩惱的時候 他對你也幫不上忙 不是他的問題 是我們的問題 好 相反的 我們常常去 義佛 念佛 你對阿彌陀佛越來越有信心 通聲靠導的心越來越強 這個時候 臨終 內念 容易相應 你說我平常 平常修種種的萬恨 然後都不念佛 然後最後 最後 回向往生淨土 理論上是可以 理論上 但事實上 就我剛剛講的問題 你平常都不去 不去義佛念佛的時候 你怎麼能夠說 我回向往生的那個心 是非常真切呢 所以你看有名優秀大師 他白天的時候修 108種佛式 他晚上的時候 還是 去念佛 他一天 十萬稱佛號的 雖然他想萬善同歸淨土 但是 他還是 還是要念佛 一天十萬的 第三個 一向專念無量受佛 這個也是 憎恨 是三倍往生的供應 第四個呢 修諸功德 好 這個地方所說的修諸功德 當然就是要大功德 就是像 冠軍上品所 上三品那樣子的 讀宋大聖節第一帝 捨家其餘而作沙門 這個修大聖的沙門之行 這種出世的 界定會的功德 所以這個 所以有人說這個 我相信阿彌陀佛就好了 我不需要再修功德 修功德反而變得下 這個反而變得這個 品味差了 因為你對阿彌陀佛的信心不夠 你還修界定會的功德 代表你對阿彌陀佛的信心不夠 那你品味就差了 講這個話更經典的 更經典的這個 這個 聖元量 實際上違背的 辭民的潛深 你辭民要深 能夠在 從事實轉到禮辭 這是深 在禮辭當中 能所不二 這是深 那你為什麼辭民能夠 辭到禮辭能所不二呢 因為你修不出功德 修出世的界定會的功德 那大聖的這種第一帝 的功德 所以你才能夠說在事實當中 見證轉到 以事不二 能所一如 而往生 上背 或者上品 第四個條件 第五個條件 冤生彼國 那就是必然的 一定要發願 求生極樂世界 以隨便所有的善業 求生極樂世界 我們要以上背為目標 這個不是我們的目標 不要說我聖平無大事 但求六十分 到時候一定要五十九分能辦 你要重修啊 所以我們就是 九十分以上 上背往生 這個目標 舍下其餘而作沙門 發普利心 一向轉天無量說佛 修諸功德 越生彼國 作為我們盡生的目標 好 今天講到這個地方 向下文長 佛代來日 迴向